Colourpop的產品 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兒 今天就算是一個持續拍的系列 就是BRAND FOCUS的片 今天第一回合的主角就是Colourpop的BRAND FOCUS 這是我手上大概有的產品 今天也會一日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個妝都是主要用到Colourpop的產品去化 如果大家對Colourpop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去看下去 我們就按化妝的順序去說 大衣方面我有它們的產品不多 分別就是定長噴霧和遮瑕膏 我們先說它們的遮瑕膏 這支遮瑕膏就是Pretty Fresh系列 這系列會主打比較滋潤和保濕的類型 這支遮瑕膏我自己用的感覺 這支遮瑕膏也是比較滋潤和不乾的 我最主要是用它來遮瑕膏的 但是遮瑕度很高 我就覺得很普通通 整支用上去我覺得是沒有太大問題 日常使用上去都很舒服的一支遮瑕膏 之後就是它們同系列Pretty Fresh系列的定妝噴霧 它們這個定妝噴霧我是超級喜歡的 這個是我買的第二支 應該看到差不多可以用完 這支噴頭是非常均勻的 噴在臉上 我覺得比你很多專櫃品牌還要做得好很多 所以不用怕你的妝會被它噴花 第二就是它的定妝效果 真的是一嶺 冬天基本上塗完底 直接噴它就可以出門口 不需要定妝 所以這一支我是推薦給你任何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什麼皮膚都好 我覺得你想加強定妝 都是很需要的一支定妝噴霧 如果要講到缺點 我覺得唯一缺點就是它的 椰子香味太厲害了 香味很重 而且很持久 每一次噴在臉上都要等很久 這樣才會散掉那種香味 這個是它很大的缺點 很不喜歡椰子香味 那可能你要考慮一下這支 這支特產品 HIGHLIGHTER方面 我有它們兩款的HIGHLIGHTER 我們先講這個 它們土燈泥質地的高光線 這個HIGHLIGHTER 好像是LUNCH MONEY 算是它們最早期比較出名的HIGHLIGHTER 因為這種土燈泥質地 它們有一段時間是超級熱的 這個暫時 我起碼用了三年 三年幾四年 未變乾的 我覺得是一支照片 非常適合的HIGHLIGHTER 它是香檳金色的 然後它的小份量都很小 完全不需要擔心 因為有很多粗的問題 而且它的質地很軟軟軟的 所以你拍上臉 它都會很容易融入到皮膚裏 不怕很激烈 自然的HIGHLIGHTER 很誇張的 它要比起剛才這款HIGHLIGHTER 要誇張很多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拍照 拍片 總之要上鏡的情況下 我才會用它 我自己很喜歡帶 類型的棒狀的東西出去 因為補妝真的很方便 它的光澤感也是超級之美 我可以試給大家看 這裡 看到嗎 看到嗎 有一個亮 所以如果有任何需要閃 爆閃的東西 就一定會選它 這個我都推薦給大家 掃 掃方面我有它們一支 這支掃是F12系列的掃 都用了很少時間的 你都應該可以看到 我的掃用到已經裂開了 但是呢 這支掃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因為我用它來掃鼻影 因為它是斜角的 所以我來勾掃鼻影的時候 這些位置是非常剛好 所以這支掃我覺得蠻好用的 我們就說一下胭脂的部分 這支胭脂上面 我有它們這個 應該是紫色的 一個collection系列的 就是一顆胭脂 它打開就是這樣的 看上去好像很恐怖 是不是很紫 然後又好像不太提氣色 但這一顆我自己覺得 想到我臉蠻好看 顯色度OK 粉質不錯 而且想到我臉蠻好看 而且想到我臉蠻好看 而且想到我臉蠻的顏色 沒有你們這樣看那麼誇張 那麼恐怖 今天我臉蠻上的胭脂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 就是這一顆胭脂 還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這個系列的胭脂 我覺得它們的包裝是幾多 首先它是一個磁石的包裝 二來它還有一塊鏡在這裡 因為它們其他應該 紫質的那種包裝 應該是沒有鏡的 但我覺得質感很好 大家絕對可以去買 這一堆都是一些重頭戲的包裝 還有它們的眼影 有這麼多 還有14色眼影 剩下的這裡 看到它們有10個的產品 我們先去眼影 外面其實除了我手上的衣服 這六盤之外 我還有它們的YESPLACE 還有它們很早出全閃的眼影盤 但那兩盒眼影盤應該已經停殘了很一陣子 所以我不會出來和大家分享 還要先分享我手上的眼影盤 我們先說四色的這一盒 四色這一盒 我可以說如果你人生只可以買 一個四色的眼影盤 我一定一定推薦PowerPup的你一盒 原因是很簡單的 它這個系列有很多都是全霧面 但我手上的這個色號 大家認住 FRE TO BE這個時候 一定不一定要買 因為它的四色眼色完全不能挑剔 它不會太沽通 但它不會太溫通 基本上你什麼膚色 或者眼中、單眼皮、雙眼皮的人 完全都是可以用到的 二來它的粉質很好 顯色度很不錯 我喜歡一些顯色少少的眼影 第三就是它的淺色夠淺 深色夠深 中間的眼色都夠做 很多四色眼影有的問題就是 一是太深色 一是太淺色 沒有了中間的那個眼色 但這一盒是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可以做到 你一個眼妝要有的深淺色 它也是可以完全做得到 最重要是它有一個霧面的白色 這個霧面白色有很多功能 可以用的距離提亮 例如你這些髮量文章 或者眼底這些位置 都可以 所以這一盒基本上 如果日常化妝 不用拍片 不用拍照 真的普通日常化妝 我一定會用這一盒 而且價錢又便宜 化妝也不錯 所以這一盒 我真的覺得大家 其他不買不要緊 這個真的一定要買 我講了他們的六 狗公格眼影 狗色眼影 我只是買了NUDE MOOD的這一盒 原因超級簡單 其他的那些顏色 我都不太推薦大家買 因為 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到 很多顏色 都在一些大的拍片裏 是有的 都挺重複的 我覺得 有一點點 他們出的狗色眼影 有一點點為了出而出的感覺 所以在這麼多的狗色眼影 我暫時覺得NUDE MOOD 是值得我去買的 然後回來 我是超級喜歡 真的 大塊的顏色 我只可以說 當時看到我這一盒的配色 所以我就是想起3CE的Overtake 但這個比3CE要便宜 還有 它的粉質還有顯色度 也是比3CE要好 所以 我沒有買到3CE的Overtake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盒 我也是覺得大家要選一就OK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Overtake 這盒是可以不用看 因為配色基本差不多 這盒我覺得很喜歡的原因 就是 它的啡色也是一樣 和淺的夠淺 深的夠深 有偏紅的啡色 也有偏溫通的啡色 也有很自然 平時可以塗的啡色 第二個我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 它中間的這隻閃粉 我覺得很漂亮 這隻閃粉 拿它來 無論是 畫在眼窩的位置 或者是臥殘的位置 都會令你的眼妝 好像來到神來之筆 是絕對可以畫龍點心的效果 至於它是有一個霧面的發色 通常這盒眼影 有一個霧面的發色 是一定會加分的 然後又是 狗隻色 我覺得起碼都可以畫到3款眼妝 所以我覺得都很齊全 基本上這盒 都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我也是覺得大家可以買的 一盒狗隻眼影 不好意思 因為我發現自己 說漏了兩盒眼影 頭上的這一盒 是一個限定系列 現在應該是不能買的 我也是為了包裝而買的 而紫色的這一盒 是我偏愛的紫色眼影 算是 在狗公格的紫色眼影中 比較可以 carry到的一盒眼影 是今次12色 對 12色眼影的部分 我們就按著我的喜愛順序 去跟大家說 首先一定是sweet top的這一盒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 它之前推出這一盒的時候 是風魔一時的 因為裡面的配色 好像戀愛一樣 這盒子的確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春天的盒 你可以看到它粉色的顏色 比較多 然後它的閃粉也是一樣 這隻的閃粉色 也是真的 什麼一隻 真的超級超級漂亮 然後 它有偏粉的顏色 但也是有啡色 讓大家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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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所以整個眼妝畫出來 我都覺得是多便的 而且顏色都真的很漂亮 深色的顏色夠深 淺色的顏色夠淺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一個太假問題 如果大家都喜歡畫一些粉粉的顏色的眼妝 那種感覺 都可以試試看 不過這個真的有一個沖片色 這些大閃粉色 我基本上都沒有怎麼用 因為我覺得 令到顏色好像很突突的感覺 所以就慢慢的 但其他的顏色 我都覺得是很漂亮 很實用 接下來就是這個蝴蝶盤 相信大家聽到的情況比較少 它算是一個Colourpop 比較冷門的盤 一開始我看到這個配色的時候 我都覺得 我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了 但我後來看到一個YouTuber 用它的化妝 我覺得它的眼妝覺得超級漂亮 然後呢 那段時間我很迷惑 一些清冷系的眼妝和妝感 所以我就買了這盤 我今天的眼妝 都是用這個蝴蝶盤來畫的 蝴蝶盤的眼睛 就是一個偏冷色調的紫色盤 如果你是一些比較 總眼睛 或者單眼皮的人 就要少少技巧去畫這盤 但我可以說 這是我用過的冷色調盤 比較容易拿到 和比較容易畫到的一盤 雖然它是有冷色調 但它也有很日常的啡色 在這裡 而且它也有一個 不是很沸騰的打底色 這裡也有些啡色 給大家襯托 夾襲著一些紫色 所以 絕對不怕 因為自己的眼妝畫出來 真的很紫 很沸騰 很難畫 所以我是強烈建議 如果你是喜歡紫色調 或者是一些冷色調 這一盤是真的可以買 不過 這一盤就是有一個少少缺點冷色 我覺得它很多顏色都很相似 大家可以看看 1 2 3 這三種顏色 我自己覺得 Swatch度上手是有不同的 但你畫到想吃眼上 它的分別不大 所以就變相 做不到一個很漸變的效果 所以這一盒 這麼多的顏色 不是真的每一隻都用到的 但是 我也是喜歡它 我覺得是值得用 而且可以去試 這個 Whatever 這盤 它是一個網上 看到很深色的一盤 如果你喜歡化一些濃郁一點的眼妝 可以留意 但你喜歡化淡眼妝 汗系 這個就可以 用的機率比較少 所以我自己用這一盤的機率 也是少的 因為你可以一眼看完 它是沒有淺值可言的 你真的可以拿來打底的顏色 可能已經是你一隻 你一隻 但是你對比其他的盤 例如Sweet Talk 你可以一對就對比 你所謂這一盤打底的顏色 已經是別人的一些深色 所以這一盤 我用它來畫 是需要配合其他眼影 去做一個打底的顏色 對 用的次數真的少很多 很少機會用到這麼濃郁的眼妝 但是什麼時候用到呢 例如Halloween or Christmas Party 或者化一些特別一點的眼妝 或者是一片紅色 一片紅棕 我就是會選這一盤 但是這一盤是比較少用的 接下來就是Give it to me straight 這一盤 這一盤也算是早期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應該是Yes Please之後出的一盤 可以看到它也是一個 紫紅紫紅的顏色 它們這一盤也是偏深色的 但是深度來它是有打底色 所以是完成了一個眼妝的 如果我每天都想要化一個紫紫紅的眼妝 我就會用它 但是 真的用得比較少 因為 不知道 我就是想不起 要用到它 因為它這個顏色 真的很普通 我想大家隨手 家裡都會有一盒 這樣顏色的眼影盤 它有 它的閃粉 因為這個是它早期出的盤 所以它裡面的閃粉 沒有去到Sweet Talk 或者Nude Mood 那種很Bling Bling 很水潤的效果 它的閃粉真的很普通 早期的眼影 所以這盒我覺得 很普通通 最後我真的最少用的 就是這一盒 CALIFORNIA的 一盒眼影 一盒眼影 我買回來的時候 以為自己很想用 因為YES PLEASE那盒 我以前中學都很想用 但是這一盒我真的買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 嗯 好像很少用 因為其實原因很簡單 它淺的顏色很淺 深的顏色很深 所以中間可以選擇的顏色不多 但是一盒12色的 應該可以畫到很多不同的眼妝 但是它做不到 所以很少用 而且它沒有我上妝那麼黃和橙 這一盒買回來 可能想畫一些 可能Holiday的眼妝 一些橙黃的眼妝 但是它好像又不是真的 很橙和黃 如果你掩著這隻的橙色 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大地色 所以便用很努力 因為接下來要去巴黎 所以我會帶你一盒去 希望可以有多點時間用到 這一盒 眼影總括上來說 我覺得它們的粉質顯色度 全部都沒問題 如果大家喜歡它的配色 是絕對可以買的 接下來就是它們的最後唇膏 唇彩這些部分 我們先說唇膏 這兩支是一個盒賣的 就是這個 納筆狀的這兩支 就是一套賣的 裡面好像是 這一支粉粉的眼睛 一支就是粉粉的 一支就是這樣 兩個眼睛 它們就是那種很經典的 很潤身 然後很滑 很順 是在嘴唇上的那種唇膏 有一個缺點 我從來都不會帶它們出去用 原因是因為它的蓋子 是很鬆身 是超級鬆的 是真的你放在袋裡 放兩下 它會自己脫出來 然後就會 嚇到你的袋裡 全都是唇膏色 所以我是不會帶出去用的 粉紅色這支我真的很少用 因為它的顏色 我覺得不太配合我 但因為它一定是兩支 一隻就買了 所以這支真的很少用 但這支相對就會覺得 顏色是漂亮很多 日常都可以用到 現在都可以塗給大家看 啊 嘴唇上面的顏色 是稍後會提到的 這支奶茶色的Litense 但我現在都可以塗一塗給大家看 試試看 嗯 這個就是這支 塗上去的感覺 這個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而且它真的很潤 基本上這個唇 只要起死皮也好 都可以用到 我覺得現在還有 用唇膏的潤度 已經可以用到 這是這支 它們白色管身 我相信這個也是很早期 大家有留意 應該都知道 它們推出的一支唇膏筆 唇膏筆是乾很多的 它是霧面的 然後是純紋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塗布打底 它還沒去到會令你起死皮 但因為它始終是很乾 和很顯索 所以就 我就沒有什麼再用了 接著呢 就是最後 它們的Lipteint的部分 就有三個產品 先說剛才嘴唇上面的這支 這支 是它們的glossy 下列 一個奶茶色 這支 我記得也是當時 紅極一時 我自己也蠻喜歡用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奶茶色 不算是想到嘴唇上面 是沒有什麼血色的那種 但這個是海丹茶 但是我去到後期很少用 因為戴口罩的關係 塗這些那麼glossy 是一定會掉進口罩 所以我去到後面 都沒有什麼用 但是如果大家喜歡奶茶色 都可以 試試看 它是一個聯名系列 不知道 現在還會不會有這支 接著呢 就是這支 Brown Sugar 它們的系列 這支聶填 它是有閃粉 在裡面的 這支一定是做一個 Topping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在嘴唇上面 再加一些 Bling Bling的感覺 我覺得加上它拍照 或者拍片都會很好看 最後就是它們的這個系列 這個我是買Velvet的 因為那陣子已經開始戴口罩 我開始買了一些霧面的 這支呢 我聽人評價量的 有人說乾 有人說不乾 我用完整個乾 甚至乎粒粒不好看 它是會粒 中間粒粒一條線的那種 所以這個也是到後期很少用 雖然它顏色很漂亮 但因為質感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到後面都沒有什麼用 我也覺得這支大家可以不用買 好了 今天ColorPoky Brand Focus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品牌 都想知道 或者想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